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球时报的明镜呼吸 欢迎收看胡侃 湖北之外 全国其他地区的确诊病例已经连续7天下降 但是官员们没有人敢谈论拐点 甚至没有人愿意明确说疫情的扩散得到了控制 预测拐点什么时候出现 同样是很敏感的事 之前可防可控的说法和预防上的松懈 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 官员们如今非常谨慎 宁愿把疫情说得更严重一些 以支持极限防控 然而各地的劫后复工挡不住 随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防控形势逐渐趋于稳定 人们的恐慌渐渐被各种消费的愿望所取代 也会是大势所趋 慢慢的人们会认为防控体系已经很强大 新的患者能够被迅速发现和隔离 自己被感染的风险越来越小 他们的个人防控态度将悄然改变 随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 官方保持紧张 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巩固防控形势 防止疫情重新抬头 而老百姓则变得胆大起来 更多相信依赖官方组织的防控体系 很多人会继续戴口罩 但会越来越少限制自己的活动 并且认为只要官方允许开的场所 就大体是安全的 或许这恰是一个社会防控疫情应有的格局 官方承担起防控的大部分责任 在建立起强大防控体系的基础上 为社会上绝大多数场所的安全背书 出现个别新感染者总是难免的 但官方要有能力迅速发现他们 并采取包括隔离在内的各种善后措施 这需要成为每座城市固若金汤的常态 当北京这样的大都会 每天只有10名左右新冠肺炎新感染者时 将意味着每天到来的时候 人们在24小时之内的被感染概率 不到百万分之一 这个概率已经很低很低 人们有理由失去对它的恐惧 老胡认为现在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全民动员 而且几乎全民草木皆兵 人们的恐慌也成了阻断病毒传播的工具 这样的情况绝不应长时间持续 它只能是瞬间的被用来紧急构筑 全社会的防控体系 而在这个防控体系建立起来之后 公民个体就应该逐渐放松身心 将警惕性恢复到不影响或少影响正常生活的水平 老百姓这也不敢去 那也不敢去 靠自己不出门来实现防控 这是前期公共防御体系缺失的情况下 大家被迫的各自为战 如果今后大家仍然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为座右鸣 那么公共防御体系的建立就失去了大部分意义 谢谢